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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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嘉宾 黄南 24岁 身高1米83 河南郑州人 航空公司空城 欢迎您 你好 你好 来 请自我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黄南 我来自河南郑州 今年24岁 然后现在在航空公司单位任那个建席乘务员 建席乘务员就是空哨 对不对 空哨 这身打扮真的是很鼻挺 你们两个看起来还挺配的嘛 一个空姐一个空哨的感觉 反而我像是红娘 空哨还是在实习吗 对的 如果实习期大概是多久 实习完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呢 实习期的时候工资大概有那个8000左右 然后 实习都有8000啊 对的 真好啊 然后呢 然后在转正之后工资大概有120,000左右 很好 但是这样高薪的这样的工作 会不会工作起来特别的辛苦呢 这个也是看人呢 如果你比较热爱这份工作的话就不会觉得特别辛苦 其实我也热爱我这份工作 但是确实很辛苦 比如说现在我就很冷 但是我就忍着 你的这份工作肯定会有不容易的地方 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坐飞机大家都坐过 比如说你在国内航空还好 但是如果一旦坐到国际航空的话 就有很多红眼航班 对对对 就是说晚上凌晨的时候 可能还在飞 我们实习的时候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有的经常会遇到 像带飞的时候就是刚进入航空公司会有师傅带飞 经常会安排你飞一些什么红眼航班或者是大四段 大四段是我们自己人叫法 就是说从早上开始来回 然后再回去 大四段要飞四段非常辛苦 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呢 为什么不去找空姐呢 因为就是如果都是一样的工作性质的话 就很容易见不了面 不会啊 在一个飞机上面 不 这不一定的 你一杯饮料 我一杯饮料 你一个面眼 我一个面眼 好多好用 想象是很美好 但现实很残酷 就是这个排班呢 它是公司来安排的 并不是自己能决定的 就很容易就是我去飞了 他回家了 他回家了 我去飞了 两个人见不着面 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你希望自己的女朋友怎么样 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温柔可爱一点的女孩 然后能够理解我的那个工作性质 更比较体贴我一点的女孩子 理解你的工作性质 也就是说你的工作性质其实就是会花很多的一些时间在工作上面 有些时候甚至是凌晨也会在工作 希望她能够多多了解你 好 我们希望今天的女嘉宾能够达到你的要求 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呢 我问一下红娘 好的 刚好 刚刚其实也听完蓝嘉宾的一个介绍 其实的确是像现在很多的一些行业 她都不是很喜欢找跟自己同行业的一个女性 然后的话也是因为一个时间各方面的一个关系 就是在里面不相容 然后刚好今天给蓝嘉宾带来的一个女嘉宾 也是自己的话也是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工作时间 然后的话有自己一个稳定的工作 然后的话气质非常出众 也是一个非常善解人意 非常温柔的姑娘 好的 我们现在马上就把她欢迎出来 来 请出来 女嘉宾张晓晓23岁 身高1米64 四川成都人钢琴老师 请做个字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庄晓晓 她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是一名钢琴老师 钢琴老师 太棒了 钢琴老师的话考的那种级别 应该是专业级别吧 对 对 你有考过多少级别 十几吧 那你学钢琴学了多少年呢 从小学的吧 就是从启蒙开始 就是几岁的时候 三四岁的时候 那真的是童子宫啊 钢琴老师其实收入很不错的 但是现在就知道钢琴课很贵的 对 还好 还好 一个月大概有多少呢 一个月的话差不多就是 因为学校里面跟那个自己家带的嘛 然后差不多一万多左右吧 对自己男朋友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希望找一个稳定一点的 然后就是性格比较活跃一点 如果男朋友整天就在外面工作 就很少有时间陪你的话 这一点能不能够理解她 我觉得理解 理论上是应该理解的 还是得就是论事对不对 对对对 看看身边这个男孩子 你觉得他怎么样的印象 还好 高大上啊 对 高大上 很可爱 两个人都很羞涩 特别是男孩子一下子就不说话了 男嘉宾呢 觉得女嘉宾怎么样 觉得女嘉宾很漂亮 然后性格也很好 两个人好像有点缝不开 两个人可以尽量地打开自己的心扉 咱们今天来共同烹饪一道美食 然后一起来合作一把 好吗 好的好的 来 欢迎进入到我们厨房 作为钢琴老师的张晓晓显得过于拘谨羞涩 性格内向的她想找一个活泼开朗的男生 黄南会是能够带动她的那个人吗 去厨房看看他们的表现吧 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味厨房 平时两位有做饭吗 我平常会有 你都做些什么菜啊 就是一些很家常菜什么的 女生 犹豫了半天 硬是没有说出来 有有 泡面煮过一小小的碗 弹钢琴的时候 人家不摸锅铲的 那今天谁主厨 谁来当帮手呢 那今天要就我来主厨吧 好 给你们这么多鸡翅 想做一个什么菜呢 今天就来做一道 大家应该都做过吧 可乐鸡翅 你要做的也不多 就把这个鸡翅 注意一下 又在犹豫了 这是怎么了 她不知道怎么弄 是她做的呀 她是要做 但你要是帮她一下呢 你不能只等着吃啊 妹妹 那可以开火了 无料那就盐嘛 没有别的服料 有味精啊 你这是在改个刀吗 是改个刀吗 改刀会吗 我帮她改是吧 我的天 要切深一点 本来平时是真的不下厨房 那你的生活是谁照顾你啊 家里人 家里人啊 对 还有朋友啊 我平时家务的话 这方面做的比较少 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嘛 然后就父母就 就会帮我分担很多 所以就在这方面不是特别擅长 这个乖乖女在家里啊 嗯 看得出来 那你呢 男嘉宾 你这都看出来了 对 你好细心啊 因为 现在三个翅膀就这样 是不是今天做的这道菜 特别符合你想要的呀 这道菜呢 鸡翅嘛 对 要比一双飞呀 因为我们平常呢 就是自己租房子在外面住 你还是离那个油要远一点 平常呢 就是因为我是和同事一起租房子住的 就是平常就是也会自己买菜回来做什么的 你会主厨吗 嗯 其实大部分是我那个朋友一起来做 我做饭没有太好吃 嗯 通常啊 自己的形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同 一个朋友 一个同事的话 自己的厨艺会下降 这样差不多了 两面环了 你要不要再放一些调料什么的 哎 我想问一下女嘉宾 嗯 你会不会建议我们男嘉宾的这个职业 毕竟有很多时间不能够在家 嗯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建议的 因为毕竟空少这个职业嘛 就是来回掉费嘛 两个人就属于聚少离多嘛 所以的话还是有一些建议 我觉得你还是赶快把可乐倒进去吧 都快炸得来 都快脆了 我觉得有一点建议 就是因为 因为我不喜欢谈异地恋爱什么这种 哎呦 空少都被都被建议了 我觉得现在好难呢 因为我觉得每种职业都有它困难的点 就比如说有的人就不喜欢这种 就是九五 来回倒 对吧 就是想要这种灵魂性 你说哪种好的职业 他不是这样的 医生 对吧 那更没有时间了 也是 一个急救电话马上就到医院去了 还有谁呢 多呀 警察也是这样的呀 嗯 消防 这些都是 对 只打一个 当兵的人就 对 打个 就是打一个急救电话 立即出勤 对啊 所以每个职业都是有这样的 那我们呢 除非就是你就说规定说 我自己就想找一个行政人员 嗯嗯 朝九晚五 对 对 那这个可以 那我们的男嘉宾你对这个 不愿意再找一个空姐 因为我知道你们空少很少去和空姐在一起 真的吗 嗯 就是很很少 几乎就很 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少见的 就像医生和那个护士啊 或者医生和医生之间会很少在一起 因为职业上的冲突 就算是因为这个职业会让你的个人就是个人的私人时间会比较少 然后呢 你在同一个公司下工作的话 公司也会不会让你们两个人经常在一块飞 他会怕你们感情上影响到一些工作上的事情起什么差错 其实他职业本身的熟悉度 对两个人的感情既有促进也会有影响 你像我们做心理咨询呢 我们就很少会另一半是我们的同行 几乎都不是 真的我当时没有男朋友的时候我有考虑过 要不干脆去找一个主持人 得了呗 然后有一天我看到我的搭档在对着镜子涂口红 然后我说算了算了算了还是不要找了 一下子受不了了是吧 吓死我了 但是我们的职业规定就是不能嘴巴干干的上去 现在是做这个空城这个职业 但是这个职业毕竟也是吃青春饭的 就是说我以后 多老会退休呢 其实这个没有退休这一说 只是自己会就是可能觉得某些原因 就不干了去选择别的职业 现在不是有空嫂吗 就是除了空姐又空嫂 那不能总的空中是大叔都出来了吗 空嫂 因为在很多外国嘛 在外国有很多那个乘务员 他都是坐到五六十岁还在工作 很多辛苦啊 还是挺辛苦的 但是我觉得这是对一种职业的坚持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我在国外坐航空的时候 我就觉得在飞机上看到有些空姐 真的很老 真的 对 因为我妈妈年纪还大都有 然后在那里还是农庄业抹了 精神气非常足的 我觉得挺好的呀 就对一种职业一直地坚持下去 我可能会选择就是拿原来工作 积累下来的一些金钱 去和朋友做一些投资 或者是自己经营一个店 家里很多人都是经营的 从小也有这方面的熏陶 我打算就是在事业方面的话 因为老师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嘛 然后在这方面的话 我就希望自己越做越大吧 一直和你的钢琴为棒 对 因为我就是学这个的 所以就是从一而终嘛 会一直坚持下去 钢琴真的可以一直弹很久 是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厨艺 黄南和张晓晓的厨艺都很生疏 张晓晓更是完全没有做饭的经验 两个慢性子的人 在厨房里烹饪了一道可乐鸡翅 马燕老师会作何评价呢 我带着是很大的期望呢 要想尝一尝可乐鸡翅 但是这个鸡翅拿上来之后 现在看上去 不像是可乐的做的 而是像酱油做的 没有那种红啊 还有一种黏黏的丝的感觉 而且大家看一下 这是最不能接受的 根本就没熟 还有血丝 我的呀 空中的大少爷呀 这个东西能吃吗 你确定这个真的可以吃吗 反正我是不敢吃 我来扎一下 天哪 真的是不行 凌测了一坨A星星 对对对 很有可能是A星星 这个你今天做的菜 实在是不敢恭维 但我不知道 这个漂亮的女孩子 你敢不敢下口 不敢 你要留神一点 但她自己长出做的菜嘛 你还是要自己亲口尝一尝 你尝一尝到底是酱油的味道呢 还是可乐的味道 反正我闻着也是怪怪的 就像看上去也是怪怪的 不过请原谅观众朋友 这个菜我确实不敢吃 可能是因为时间太短的原因 可乐极致不仅没有看向 根本就没有煮熟 黄南和张晓晓的厨艺 实在是不甘恭维 不知道接下来的聊天 两个人会说些什么呢 因为我平时不是老师嘛 然后就是带小孩子工作 就是也比较单一 生活也比较就是很平淡嘛 但是所以我就比较喜欢出去旅游 所以我就希望就是找一个 能够陪我一起去旅游 然后去感受大自然的景色 这种一个伴侣吧 因为我到处飞嘛 也算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旅游吧 可能对我来说的话 我还是希望就是 就是去外面去 去感受各种不同的 不同的人文风情吧 也可以慢慢改这个 就是有在工作之余 也可以就是陪爱人出去旅游啊 放动心情啊都可以 我觉得我的性格是比较慢热的那种嘛 然后也比较稳嘛 就是很文静嘛 因为就是可能从小的一个生长环境嘛 我刚才看你做菜 我觉得你好像跟我一样 也属于比较慢的那种 然后我就希望有一个就是风趣幽默一点的 就是可以让我平时啊生活 就是能够更欢乐的那种 你说我这个性格有点慢 确实是 有很多人这样说过我 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性格慢 在工作上来说是挺好的 因为不激进 不是说不激进就是没有那么着急 做事情比较稳一点 那这样会不会我们两个都很慢 然后就越来越慢了 就是生活节奏啊什么 说到那个风趣幽默 可能是因为我今天来这里有点平常 其实平常生活中我还是比较有趣的 那你谈过几分恋爱呢 有过两段恋情 第一个是上高中的时候 军训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 是我的初中同学 当时就是有一种他乡欲故知 那种老乡见老乡的感觉 就很快就顺理成章了在一起了 但是后来因为我去学了空城这个专业 就经常不在学校 然后就相当于变成异力量 然后就经常不能见面 慢慢的时间长了 那个感情就淡了 就是女自然的分手了 那第二段呢 第二段是大学的时候 算是朋友介绍的吧 认识了一个女孩 但是这个这段恋情非常短暂 好像就几个月的时间 两三个月的时间 因为性格不合适 就是提出了分手 那你指的性格不合适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 就平常嘛 我是性格比较慢的 然后他就比较着急 那种急性子 就很多事情我觉得不慌 但是他就非常急 就是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而争吵 然后时间长了 就慢慢觉得实在是 没法再继续在一起了 就分手了 那说完我的了 你谈过几次恋爱 我也谈过两次恋爱 第二段大学也是在认识的话 是在一个朋友的一个聚会上面 因为开始认识的时候 都不太了解对方嘛 在相处的过程中 然后就慢慢了解了 就两个人也觉得 可能真的不太合适吧 然后本来就是因为两个人 也比较珍惜这段感情嘛 所以就也一直 就算有矛盾 也一直都还相处着 然后后面他就回老家了 我就留在成都这边 然后异地嘛 就已经散了 张晓晓的前男友认为 他不够活泼开朗 太过安静而分手 所以他希望能找一个 理解他性格带动他的人 黄南会是他喜欢的那个男生吗 一盘小小的鸡吃 你们却聊出了这么多问题 我也是很佩服的 很多问题发生了 然后我们来问一下马老师 从开始到现在 没有听到他们大笑的声音 或者说两个人交谈的时候 彼此能够有一些激情的这种反应 两个人呢太温了 而且两个人又都想着 让对方能够去带动一下自己 而且他们很清楚自己这种 温温的这种感觉 就像你们做的鸡翅一样 温温的都没有温熟 那你说你们两个要在一起的话 就总是这样温着 那生活中的激情 可能就找不到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女嘉宾的家庭啊 她更希望这样的一个乖乖女呢 能够留在身边 更加地稳定一些 可能对我们男嘉宾的职业 会有一些不能接受的地方 包括呢你的安全系数 可能都达不到父母想要的那种标准 这是我透过她讲话的时候 就是猜测的一些啊 她的内容 而对于男嘉宾来讲呢 你觉得一个娇小的女孩子 这种活泼一点的女孩子 就正好可以呢和你互补 但是这个女孩子 和你的相近度就太高了 一个人的工作 她都是有她难处的 还是要互相地理解 互相地尊重吧 跟我们有关系 这个决定权的话 还是在你手上 来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最后一个环节 爱的大抉择 让我们来看看结果是怎样的 那你最重要的选择 是留下还是留下 我们要离开 离开 我感觉她好像对我这个职业 还是比较介意的 然后通过今天和她的交谈 她说她比较喜欢旅游啊什么 出去走走 但是呢我因为 目前做这个工作的原因 没有那么多时间来陪她 我觉得男嘉宾的话 在性格方面她比较慢嘛 然后我也比较慢 这样的话 两个慢的人在一起的话 就可能就不是我想要的那种 非常遗憾 你这么看好的一个职业 居然都没有成哈 不过希望他们能够在下面 能够遇到自己的真爱了 接下来我们再请出下一对 迎来的是下一对的男嘉宾 对吧 对 好了 刚刚给大家介绍了一个 高大上的男孩子 外形阳光帅气 不错 对 那这一次的话呢 给大家介绍的男嘉宾的话呢 是一个性格各方面 是一个很积极上进 然后的话呢 在外形上呢 也是一个很 怎么说话 很憨厚 很踏实的一个男孩子 憨厚踏实男孩子 对 还有没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还有一个优势啊 就是她从毕业完 就是毕业到现在 然后的话呢 就是没有工作 这是什么优势 没有工作 就是自己给自己工作嘛 对 那就是当老板 对 不错 不错 那我们欢迎这一位 老板今天人物出场 来 欢迎男嘉宾 男嘉宾 赵子豪 24岁 身高1米78 河南新乡人 自媒体工作室合伙人 你好 同学好 你好 你好 你长得好像我们同学哦 就真的好像是那种 高中同学的那样子 可能是大中脸吧 大中脸 不是说像某一个同学 就是很像一个高中生 可能就是年轻一点了 然后说你是老板 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叫赵子豪 现在是在成都做自媒体工作室 和朋友一起在做 自媒体工作室 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工作 大家介绍一下 比如说大家在微博上 看到的一些视频 短视频 还有我们会做一些商业的 一些这种广告片 宣传片之类的 就是专门做视频之类的 对 就是处理 还是挺好的 做这种工作做多久了 从毕业以后 和朋友一直在做这方面 也就是说现在非常流行的 IT男 其实IT它是搞那种电脑设计 我们是主要是做这种 新媒体视频 做视频方面的 对 看你这样给我专业 较真儿的这样的解释的话 就让我更加确定了 你就是一个IT男 你说是就是 平时的接触最多的 还是电脑吧 对吧 我们也会出去在外面 用摄像机去拍一些风景 跟我们的这个工作 还有一点相似 这里反正就是在彭丽路 我们就是基本上 大部分还是在外面 拍外景会比较多一点 都是拍什么呢 拍风景 不拍人 不拍美女 也有就是广告片嘛 对 她会有宣传 她自己的产品之类 也会出现这种人物 她一定的故事片之类 平时接触最多的是 什么样子的人 接触最多的 还是这些这个企业商业 还有愿意找我们 来合作的一些 也就是换句话说 接触女生的机会 多还是不多 接触吧 反正也会有一定接触 那为什么没有找一个呢 也之前也找过 但是可能由于性格方面 种种原因吧 还是没有最后一直走下去 性格不行 那对于自己下一段的感情 有没有一些期待 还是希望两个人能聊得来 什么事都能够一起协商着来 说还是最好的 其实最高 最高要求就是要聊得来 跟她聊得来 这个太难找了 就需要深度地去了解她 然后跟她接触 要慢慢磨合吗 咱们今天就先看看演员好不好 看这个女孩子能不能录影演 咱们来请出我们的女嘉宾 请我们的红娘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 刚刚听完我们男嘉宾的一个介绍 她可能更加的是追求我们女嘉宾 还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一个沟通 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女嘉宾 也是一个个子非常高挑 外形的话也是一个非常清晨 然后的话也是跟男嘉宾 有着一样的一个兴趣爱好的 就是比较喜欢追求自己所喜欢的一些事物 那我也有这样的爱好 大家都有这样的爱好 那请出我们大家共同爱好的这个女嘉宾 来欢迎她 女嘉宾宁佳22岁 身高1米68 河南人 幼儿摄影 你穿着高跟鞋的感觉 就好像我们家的猫第一次穿鞋那样 感觉是第一次穿着穿鞋 平时是什么工作呢 跟我们大家先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宁佳 然后来自河南交作 然后我呢 现在是大学毕业 跟朋友开了一家摄影工作室 摄影工作室 对 平时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挺自由的吧 就是帮别界一些摄影之类的活动 它是做自媒体的 你听说过吗 我知道 大学学 就是摄影这方面 自媒体 如果你们俩还真是有共同语言的 对 聊得来 对 聊得来 好 你现在是做这样的工作的话 平时收入怎么样呢 收入还可以吧 大概有多少呢 一个月的话就是一万左右 哦 有都是高收入 我们的男嘉宾 我刚才忘问你了 你作为老板级别的 没有 我们只是一起做 没有说谁是老板 谁是 你什么收入的话 一个月可以达到多少呢 我们是就是每接一单 它是一单一单来这样说 并不是说特别固定 那拉平来算的话 大概有多少 平均到每个月 大概也就是几千几万吧 也没有特定的那种平均 就是一比一比的来 对 来了就会有 对 没有的话就没有了 对 想找一个什么样子的男朋友 男朋友的话 其实没啥要求 就是性格吧 活泼开朗一点 然后有共同性趣爱好 有话聊 然后差不多 我没啥要求 你们两个其实是 完全一样的嘛 感觉 对 对 你们两个都要求 就是要找一个 能够聊得来的另外一半 希望你们今天能够聊得来 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 有太多相似点了 马老师你看 您的女嘉宾呢 更健谈上来呢 就是满脸的笑容 一下子让我们整个都觉得 温暖起来了 那你要喜欢一个更能够聊得来的 是不是要比你还爱讲话的人啊 也不一定 因为就是分人吧 如果遇到一个特别说话的人也挺好的 但是如果他不爱说话的话 我可以话多一点 就平时时候是个鸡鸡喳喳的 快人快语的 一分情况吧 有时候也 有时候心情不好也不爱说话 只是偶尔心情不好的时候 而我们的男嘉宾呢 他讲话的时候非常之严谨 而且呢 一直是面上的这个表情 几乎都没有变过 有些刻板 你多大了 我今年24 你只比别人才大两岁 怎么像个叔叔似的这么严肃呢 那你觉得要找一个 和你能聊得来的是聊什么呢 在生活上 什么事都可以商量着来 而不是说听某一方的意言之思 我们还是给了你相处的空间和时间的 欢迎你进入到我们的美味厨房 一起来共同烹饪一道菜 跟快人快语 活不开朗的宁家比起来 24岁的赵子豪稍显成熟严肃 两个人的择偶要求都强调要聊得来 不知道厨房的配合默契度如何呢 见不到我们的厨房 同样的问题要问问大家了 有没有平时做饭 我没有 你为什么 我没有做饭 男孩子呢 很少就是平常点外卖之类的 可以啊 这样生活的状态 我也是比较能够理解的 对 那么今天两位谁来主厨呢 他们 你还找傻多 要有商有良 人家都说了 我知道了 硬敢鸭子要上架 这个是 那你就来帮手好吗 好 好 行 咱们开始吧 今天给二位准备的是肉丝青椒和洋葱 还有一个非常棒的老干妈 准备做什么菜 小炒肉吧 小炒肉 好 行 咱们开始吧 其实我很想看女嘉宾切洋葱的样子 是这样切是吗 不是 这样切 我给你示范一个 切成丝嘛 你的锅是热的吗 等油热了 然后倒进去 锅是不是热的 这俩孩子太让人操心了 这可咋办呢 这以后要是过日子的话 只靠聊天能够活着呀 小心一点 就可以用家乡话回答是吗 可以用家乡话回答吗 你们两个都很难的 多好呀 如果遇到一个老乡的话 尽量都想说家乡话 为了节目效果 我怕说家乡话不合 为了节目效果 你就更得说了 那说家乡话 你去哪儿的 哪儿想 鹤奶奶的 焦子 你去哪儿的 焦子 我新乡的 你呢不愿 听见了 等待家离通急呢 这多亲切嘛 听上去 是啊 河南话也挺好听的呢 是 我爱北京天安门 我觉得我自己说河南话的不标准 你说我爱北京天安门怎么说 我爱北京天安门 你看 对啊 你说对了 就这样的说法呀 你说对了 再放点洋葱 好 感觉差不多了 关了 哇 才把洋葱丢进去就差不多了 再来 好在洋葱呢 马老师自求多糊了 可以生着吃的 对 洋葱应该是可以生着 那这味儿啊 好了 反正我现在闻到的是葫芦锅的味道 熟了吗 尽管已经放了三次的油 但这个锅还是糊了 对 肉 无比的老 哈哈哈 我能尝一个吗 尝 放盐了吗 放 嗯 你放盐了吗 嗯 哈哈哈 他忘放盐了 对了 忘了吗 嗯 还可以 其实还可以 这个每天摄入这个盐量呀 不能太多 行了吧 你忘了就忘了 来 把那个菜给我们的马老师端过去 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科男 老干妈也没放 一道小炒肉做成的青椒洋葱肉丝 还忘记加盐 宁家也算是捧场王了 只说味道还不错 还是让马老师品尝一下吧 这道菜呢 本来他们要做的 是用老干妈呀 去炒 可是现在在这个里面 一点老干妈的印记都没有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肉哈 已经这个肉丝 像是干煸肉丝 这不是炒的肉丝哈 干得很 这个肉丝我想就算了 洋葱呢 是根本就没熟好 在洋葱是可以生着吃 我们的男嘉宾说 我吃这个洋葱呢 可以补一补 关键是这道菜没有放盐 他们的理论是呢 不放盐呢 为了让这个长菜的我 可以少摄入一些盐量 你看多么体贴 这个算了 我还是来一个辣椒丝吃 我觉得辣椒可能没有多 没关系 真的没熟 不只是洋葱没熟 辣椒也没熟 但是肉呢 炒得不火了 其实这道菜啊 在河南也是有的 对不对 也有这样的做法吧 这个菜应该先把肉丝炒了 差不多半熟啊 或者是差不多熟的时候 捞出来再来炒菜 炒得然后再混合 这个菜呢 是 但是很 这个菜哈 很清淡的 虽然是荤菜 大家看看 一点点油腥都没有 你们已经糊锅了 他放了三次油 还把这个菜炒得糊锅了 行了 咱们还是给他们自己去吃吧 自己来嘛 自己来 肉丝过老 洋葱和青椒又没炒熟 赵四豪一看就是典型的李柯南 宁家倒也是活泼可爱 同样强调要找一个有共同语言的人 接下来的聊天又能否聊得来呢 嗯 就是我看你收入还是可以的是吧 但是毕竟是就是这种自媒体方面也不是那种很稳定的 然后那你能给我讲一下你的消费观念之类的吗 关于消费观念嘛 我觉得就是能生活上一时住行得到保障 而且有一定的这些生活旅游呀 还有一些兴趣爱好羽毛球之类健身就挺好的 其实用比较有名的一个人四川这个讲评说李柏青老师应该有了解过 他的话说就是存款嘛 就是二三十万 房子一套二一套三这样的嘛 还有就是比较经典一句话 就是打麻将 五块麻将随便打嘛 是不是 就是生活要有一定状态 嗯 是这样 我也觉得就是消费的话 我给你讲一下我的消费观念吧 其实跟你的挺像的 我觉得钱吧不需要那么多 就是能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然后就是然后想做什么 想做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去做 然后够花就行 对 大部分女生不都喜欢逛街购物什么的吗 然后我觉得我跟她们挺不一样的吧 因为我不太喜欢去商场购物 鲜石衣服鞋子包包 我觉得只要好看就行 一般都是逛淘宝买的 然后也没有想买什么奢侈品之类的想法 可能偶尔会买吧 但是基本上不是特别热衷于这个 大学毕业两个人都选择了自己创业 消费观念也极其相似 不去好高物源也不超前消费 又加上是河南老乡 他们会选择对方吗 感觉得到两位还是相当的谈的来的 本来呢就是同乡 见面之后呢就有三分熟 而且呢两个人在交流的时候呢 我发现了我们的男嘉宾 一改刚才上来的时候那种严肃 开始变得健谈起来 原来呢你会笑是吧 而且呢笑起来还是蛮帅的吧 至少比你板着脸要好看很多 两个人在交流的时候呢 还是能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尤其呢我们的这个女孩子也是啊 我们的女嘉宾呢 再去讲自己的一个消费也好啊 再去觉得自己的 对自己这种性格上的这种把握也好啊 我觉得这年纪轻轻的 还是蛮有深度的 从这一点上看啊 他们俩还是可以 有些深层次的地方是能够沟通的 好好考虑一下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 爱的大抉择 你的决定是留下来的还是留下来的 那你最后的决定是什么 留下 留下吧 我都不会放掉 吸引我的就是 它的消费观念 我觉得还是我比较喜欢的 挺合拍的 然后我挺喜欢这种类型的 恭喜二位 你们可以牵手了 恭喜恭喜 来最后再用河南话 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男嘉宾 这还是这次比较警察了 非常感谢这个浪卧 给了这次机会 来赏这个镜 非常感谢 非常好 好 不客气啊 希望你们两个能够幸福 感谢 感谢 谢谢 感谢主持人 感谢回 感谢老师 希望你们能够接下来好好相处 真的能够有心人终成眷属 好吗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二位 人生几大幸事 他相遇固知 这绝对是当中的一个首相 他相遇到自己老乡 然后呢 忽然发现 还可以当我男朋友 这就更妙了 谢谢我们今天洪扬了 介绍得非常棒 今天这期节目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